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者哥哥不愿多说明 弟弟施工却不幸罹难 而他的儿子是职棒选手林威廷 接到消息也赶紧北上 球场上发挥实力回到休奇市 接受其他球员喝彩 31岁的林威廷 销炼于副棒汉将担任内野手 上午还和球团二军在嘉义参加比赛 第三局时接获二号 急忙退场北上 意外发生在九号上午十点多 林威廷的父亲正在拆除救育室 墙面有三公尺高 过程中强往林威廷父亲方向倒塌 造成他头部腹部严重撕裂伤 双脚骨折 墙脚过后伤重不治 林威廷的父亲发生意外后 妈妈和妹妹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警方后来联系上球团才顺利通知林威廷 富邦球团也对外表示会全力协助林威廷处理父亲后事 三里新闻 余荣航 戴伟陈徐慧美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